花蓮县莲花市职会多年来投筑地方公益 不只营造干城樱花公园莲花池 还仍扬百展吉安香路灯 以及捐赠百支爱心伞 而乡长游淑珍也亲自颁发感谢John 感谢社团的协力 共创温馨幸福的吉安家园 国际市职会300A5区 花蓮县莲花市职会多年来热心投入社会公益 不仅吸手吉安香公所 打造干城樱花公园莲花池 提供美好的休闲环境让民众使用 还连续多年任养吉安香的路灯费 更加码捐赠爱心伞 关怀洽工民众 乡长游淑珍特别感谢 感谢莲花市职会 为我们开启平安回家路灯的任养 163转超过13万余元的任养经费 要来承担起吉安路一段二段三段 最重要的路灯照亮养护的 一个行善跟友善作为 除此之外也捐赠了百余展的爱心伞 让民众可以在恰功 来到公部门 也能够在任何的时间里面享有我们爱的光顾 跟友善的照顾 除此之外也邀请大家来到甘城櫻花公园 我们有莲花市职会任养的莲花池 跟大家一起来享受生态洁净 美好的一个世性宜居家园 谢谢市职会 谢谢莲花为我们带来的 社会情关怀爱 让我们共够在吉安 莲花市职会今年度任养163盏路灯 总计是13万4千元 同时还捐赠了100多支爱心伞 希望可以发挥抛砖引玉效果 呼吁更多的社团企业来投入公益行列 莲花市职会照亮吉安 这里会吉安相报道